我們都一個禮拜 至少要上三天的日文 不然我50%以上的客人都日本人 然後你不會講日文 你怎麼做服務 一家店會紅 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個性的小姐 這一個走溫柔賢惠型的 這一個是很會喝酒的 然後這一個是走姿勢型的 然後這一個是 可能是走諧星路線的 每一個小眾市場的女生 加起來就是大部分 今天姐姐要支援的是什麼呢 就是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過我們的華登初上 現在我要馬上被華登初上 走到我的身上來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要為你端茶 我要陪你聊天 我要會說日文 走出戶外我還可以打高爾夫球 那這一些都是在戲劇裡面看到的 真實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一群人 他們都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專業訓練 才能夠服務這麼多的貴賓呢 來 今天我沒有辦法邀請到 洛斯媽媽跟蘇媽媽 但是我邀請到的真的是 椹洛斯媽媽跟蘇媽媽他們的老師 好 我們來歡迎就是 希安娜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臨盛北路最出名的 超超超超媽媽媽桑 我叫塞諾 你好 你好 嗨 大家好 真正你的名字翻譯 哇 塞諾 真的叫塞諾 為什麼叫做塞諾媽媽桑呢 就因為我沒酒量也沒酒膽 你沒酒量沒酒膽 你怎麼從事這個行業當媽媽桑 靠美貌跟口才囉 各位來鏡頭特寫一下 它靠的就是美貌跟口才 那你以為是這樣的話就錯了 因為真正日本客人來到台灣 事實上看到很多的媽媽桑 她很喜歡跟你多多聊聊天 深聊一些 所以媽媽桑要懂很多 我們在戲劇裡面看到林馨如說 他們之前還訓練 每一天都要先看報紙 看完報紙以後 讀報才知道說 財經有哪些大事 客人來的時候可以聊天 那你是什麼樣的機緣 進入到這個行業呢 什麼背景 我本來是專櫃小姐 然後後來就欠卡在 很像耶 就欠卡在 然後我的最低音角金額 已經超過我的月薪了 然後就想說 晚上要去找兼差的 那後來就找到 就是那時候 都是用分類廣告嘛 然後就找了一個上面寫 會英日文新優 然後就想說 要會英日文的酒店 應該比較高級一點吧 然後地址又寫林申北路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那去應徵看看好了 對 然後其實也做了大半年的心理準備 然後我剛剛不想 什麼心理準備 就想說如果會被賣掉的話 就大概對酒店印象 就是那些刻板印象嘛 事情沒那麼好喬的 對就是我可能要被摸 會被灌酒 會被幹嘛幹嘛幹嘛 但因為我經濟壓力已經 就是壓得我快喘不過去 卡在已經跌到這裡去了 對 就種種最壞的打算都已經想完了 然後我還是決定要去試案看了 一進去之後我就嚇到了 因為我是台中人 台中就看很多什麼金錢報 那一種大店有沒有 那已經怎麼黑黑暗暗的 然後又怎麼這麼小一間這樣子 然後客人又很少 然後也不是很宣話 然後看起來都外國人這樣子 看起來都外國人 面試的時候就很緊張 然後不管媽媽桑 就是老闆娘就叫媽媽桑 然後不管這樣子我都說好 是 沒有問題 嗯 好 他就說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面試結束了嗎 錄取了喔 對 錄取了 然後我想說 先啊你下禮拜來囉 呃 老闆娘請問一下 如果要把我賣掉的話 我可以挑客人嗎 這樣 欸 你被賣掉你想到的是 你想挑客人喔 對 至少感覺好一點是不是 不是 就想說拜託如果 要把我賣掉的話 拜託至少就是你知道 你是要長得好看一點 還是微小一點 前面幾個就是 可以挑一下之類的嗎 就我可以不要跟阿貝 什麼之類的嗎 這樣 然後結果媽媽桑反應超好玩的 他就是 喔 喔 可憐耶 就是因為他中文很糟糕 他是華僑 然後他就只會講台語 跟英文跟日文這樣 他說 喔 我們沒有做這個呢 還是我幫你介紹 喔 好可憐喔 怎麼這麼缺錢這樣子 他講中文就很台灣國語 我不太會學啦 妳學得很可愛啦 然後我就想說 喔 我沒有會以為 所有酒店都要這樣子 好 誤會囉各位 你以為所有酒店都要 因為 被人家怎麼樣 對對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是日式酒店啦 身體是最後一道防線 妳進來上班 我再教妳 這樣子 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健康是最後一道防線 然後妳身體是最後一道防線 對 然後妳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跟妳想像的一樣嗎 喔 我覺得跟我想像 一般中的酒店差很多耶 怎麼說 因為我以前站專櫃的時候 我是最不會喝酒的那一個 結果我跑去酒店上班 妳不是不會喝酒吧 聽說妳是 我真的是一杯倒 完全不會喝啊 我真的是一杯倒 所以我前面有自我介紹 都自己承認 我是超薯辣啊 薯辣媽媽媽 對對對 進去上班之後我發現 我們白天也要上課 就我那時候 因為我是算 末代小姐了 末代小姐了 末代小姐 就是我還會 店家還會培養小姐這件事 現在的日式酒店 已經不培養 花錢培養小姐這件事了 我們以前是要學日文嘛 因為我百分之 什麼是日式酒店 什麼是台式酒店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區別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客人 都是台灣人 然後消費模式 服務方式都偏台灣人喜歡的 叫台式酒店 那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客人 都是日本人 消費模式服務方式都偏日本人喜歡的 叫日式酒店 台灣客人種的是感覺 我感覺對 客人就掏錢出來 日本客人種的是細節 你細節對他感覺才會對 錢才會掏出來 我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客人 都是日本人 然後在那個時候的商務客 都喜歡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們要陪打高爾夫球 所以白天還要去練高爾夫 店裡都要插鮮花 插鮮花 像這個位置 真花 對這個位置就會放插花的東西 這樣子 就是放一盆花 然後可能廁所也要放一盆花 那每一週都會有 直日生要輪這個插花的位置 因為日式酒店有個不成文規定 就是店裡不能放假花 一定要放真花 有什麼意思嗎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不成文的 假的不真心 之類的 那媽媽長都會說 你一定要放真花 那所以每個禮拜會有直日生 來負責插這些花 然後你就會有話題跟客人聊 這樣 好然後另外一個是茶道 茶道呢是聊 日本的近代史 因為你一定要了解一下日本的東西 不然 近代史 之類的 就譬如說我茶道只上過一次 因為要土下座 你知道就是要貴座 土下座 就你要睡著啊正座這樣子 然後大概五分鐘真的腿都麻了 對啊 然後還好媽咪只讓我去上一次 然後我就跟媽咪說 我可以用業績跟你換 然後不要去上課嗎 然後媽咪就說 五瓶 五瓶 五瓶業績 就這個月多開五瓶給我 你就可以不用去上課 我說好成交 每次可以 你要能夠 Push到客人每次就開一瓶 就像我們看華燈初上一樣 對 開一瓶酒 他們還有把那個酒 要喊出來名字 然後謝謝大家 比較高貴的 比較高貴的 單價比較高的會喊 會讓所有客人知道說 這一週是開比較高單價的 是 所以我們看到華燈初上裡面 真實性其實蠻符合你 在日式酒店做的服務嗎 因為它的年代是設定在1988年 那時候我還小 所以比如說 髮裝或者是美術部分 我不太知道有沒有正確 但是看華燈初上的時候 我最有感覺的是 裡面的每一個人物角色 都非常的鮮明 個性也很清楚 對 在我們日式酒店也是這樣 阿姬就是阿姬 花花是花花 一家店會紅 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個性的小姐 這一個走 溫柔賢惠型的 這一個是很會喝酒的 然後這一個是走 知識型的 然後這一個可能是走 諧星路線的 也有諧星喔 之類的 對 去應對各種不同的客人 像我就是諧星路線阿 不要這樣說 對 你只是數量而已 每一個小眾市場的女生 加起來就是大眾 有沒有 有喜歡這樣子客人 沒錯沒錯 對 所以我每次在看他們有 這樣子比較鮮明的角色的時候 就對耶 我們店那時候也有個阿姬的 這樣子一個人物在 倒是日式跟台式不太一樣 台式的妹妹 台式不是妹妹 台式的小姐 年齡層跟日式的不一樣嗎 台式酒店就 目標課程都是台灣人 所以沒有語言上的壓力嘛 嗯 也不用什麼職業訓練來 就可以上語言沒有隔閡啊 對啊 因為我們都一個禮拜 至少要上三天的日文 不然我50%以上的客人 都日本人 然後你不會講日文 你怎麼做服務 台灣的客人 跟日本客人有很大的差異 是不是 我覺得第一個喝酒文化 比較不一樣 我們講為什麼早期日式酒店 不讓台灣客人進去 這件事好了 是因為如果你有跟你的爸爸 或阿伯那一代喝酒 你就會知道他們喝酒起來會 非常之無敵熱情 台語也會講出來 然後可能 划拳 抱著你親 之類的 沙沙笑笑落臉 那我們日式酒店 像華登初唱一樣 是開放式空間 對 所以客人會看得到客人這樣 大家會彼此看得到彼此 這一桌是台灣客 這一桌是日本客 然後你知道阿伯們喝啟酒來 台語就會講起來 沙沙笑笑落臉 來來來 滑拳滑拳 來來來 小姐 小姐 酒過來 還有一罐 快點 快點 然後旁邊的日本客人就會想說 天啊隔壁那桌要吵架了嗎 因為聲音太大聲了 然後看不出來他們到底是 開心還是不開心 因為音量很大 音量很大 那語言又聽不懂的時候 然後動作 肢體動作又大 來 接下來 如果被客人發現那一周是 日本人 這下子就 小姐又要忙了 小姐你來翻譯一下 你當典子 我有去過當典子 你來講我喜歡 I love Tokyo I love Japan 你來講 快點你來講 來來我請他喝 我請他喝 然後日本客人就會想說 這個人 現在是要過來打我嗎 然後 我要跟你交朋友 然後小姐又 因為來不及翻譯嘛 因為客人可能會心動講很多嘛 很快 對不起我不是東京的 我是民谷屋的之類的 有沒有 他會很認真的回答 很認真的回答 日本人會很認真的回答 對 然後所以就是早期 為什麼 我讓台灣客人到日式酒店來 就是這樣 因為我主要課程是日本人 所以我日本客人多的店 台灣客人就會少 那日本客人 台灣客人多的店 然後日本客人就會少 就是一定的 你知道台灣的客人 跟日本客人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日本人其實 像我們媽媽長講的 他其實很注重一些小小的細節 對 所以你在剛開始訓練的時候 不管是 我在華燈書上裡面看到的 他們倒酒什麼的 就姿態要很低 蹲下來問他這瓶酒好不好 對 所以你們有很多的訓練 其實都是一些小小動作都要練習 對 很多SOP流程 我們剛剛講日本客人重細節嘛 所以你靠近桌面一定要蹲下 然後再來就是桌面服務上面 就我現在可以示範 比如說我們先講客人進門之後的動作好了 進門的時候我們會有感應燈 就是沙發後面都會有亮燈 因為客人在裡面唱歌喝酒 小姐要看那個燈有 門有打開燈就會亮 大家就會一起喊 然後就會喊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對 然後接下來直日聲 就要去迎接那個新的客人 直日聲 我們會分直日聲 就很像插黑板的那一個 然後每個禮拜會有固定的直日聲 如果有新的客人也是直日聲的啦 是 所以然後你就要去接過這些客人的包包 然後把它帶定位 待會有定位之後呢 我們就會給Oshibori 冬天給熱的 夏天給冰的 連這種細節都要 然後打開來 然後讓你擦擦手擦擦臉 然後續掉今天一整天的疲憊這樣子 好累喔 對 今天很忙耶 接下來就會問說 請問你的威士忌要怎麼喝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會先去居酒屋先吃飯 然後喝啤酒 喝清酒 燒酒都有可能 是 然後所以來的話他們都會點那個威士忌比較多 那比較多客人是會點米茲瓦莉 米茲瓦莉是什麼 米茲瓦莉就是加冰塊再加水再加酒 那米茲瓦莉 加冰塊再加水再加酒 對對對 那米茲瓦莉的調法也有固定的SOP流程 是 就基本上大家都要調一調 冰塊先放滿之後 酒要倒到杯子的兩分左右 兩分 就是到這裡兩分左右 一點點耶 對 然後接下來你要把水倒到杯子的九分左右 喔 所有動作都要放慢速度 然後 都要兩隻手 接下來你的調棒 嗯哼 就是這樣兩圈半 一直拉上來 放回去 然後如果杯子有花紋 花紋要吵客人 為什麼會有花紋 我們早期的玻璃杯或水晶杯 會有自己的Logo 喔 所以會讓客人知道說 我用很棒的杯具給你喔 這樣子 那這就是米茲瓦莉的做法 然後我忘了帶那個小姐專用杯 我們是用小夏杯這樣子 那我們會跟客人喝 就是我們會喝客人的酒 然後我們會拿比客人還要小的杯子 比客人小的杯子 然後我們會跟客人說 いただきます 然後我們一定會敲杯 像譬如說你看韓劇的話有沒有 前背後背都是這樣子 後背會繞過去喝嘛 但在日本的話就是我的杯子要比你低 然後盡量敲到 那有四個客人 我就盡量四個客人都敲到杯子 在台灣敲到杯子 你知道就是大家就 敲我杯子乾杯喔 有沒有 然後所以很多新來的日本人 都每天都在訴醉 因為莫名其妙都會喝醉這樣 就敲到杯子要喝光 一定要喝光嗎 然後但他們習慣又會去敲杯子 喝到後面會不會真的都已經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 真的很浪玩 應該就都喝嗨了對不對 也喝蠻好玩的 可是如果客人這麼好 那會不會我們的姐妹們也會彼此要稍微競爭一下 想要去搶客人呢 搶客人這件事是一定會的 因為我們是做個人業績的 開一瓶酒的話 就是像華登出上上面演的 就是阿姬不是有在那邊講說 這個這瓶酒我抽多少 Yuli抽多少什麼之類的 那就是我們客人 開一瓶威士忌五千 其他店我不知道 我早期的那一家店是抽10% 就五千我就抽五百 看我這個月抽多少 有開幾瓶威士忌 那我就抽多少這樣 但是如果碰到有一些客人 他們可能就會動手動腳 碰你 對 那要怎麼 關於這件事情也很好玩 怎麼跟他講說 摸這裡多少錢 摸這裡多少錢 沒有 我都會說 我都說我不用錢的 我無料的 無料 無料就是 不用錢的 你摸我 親我跟我交往都不用錢 真假的 我都會這樣說 然後客人都會 因為日文有一句叫 免費的最貴 那當然我現在要高一點這樣子 真的喔 然後他們就會說 我才不敢 就是因為我免費啊 你這個以退為進耶 這招很好耶 就是 你了解他的文化 只要我開心 只要我開心都好 然後客人就 免費的最貴 對 免費的最貴 我以為他們會聽到說 免費 那我就盡量的享用 沒有 你有一個很好的本事 你會逗客人開心 對 就是跟他們在聊天話語當中 用他們話回回去給他 回應給他 對啊 然後四兩波千金 這就是手腕啊 手腕怎麼練 早上起床左三圈 右三圈啊 對啊 其實 都是我在性騷擾客人比較多 請問 真的啦 你在騷擾人家是什麼啦 真的我都每次 所以他們可能有點放不開 你要逗他是不是 對對對 你怎麼逗人家 我們剛剛講嘛 就是一家店有各式各樣不同個性的小姐 然後所以那個才會有 我們講小姐叫內獎啊 嗯嗯 各式各樣不同的內獎 然後我就是比較SM的內獎 我比較走SM的 啊 啊 對 我們每一個客人都是抖M比較多一些 喜歡我的客人都比較抖M一些 抖M就是 抖M就是 被我打了 還會跟我說謝謝的 被捏的被捏 這是我自己的手腕方式啊 不見得適用跟大家喔 唉唷 他 他很高興這樣子 我基本上就是進來就要先喊我女王啊 就先喊Jose什麼 走客 然後過來之後我就先拔一根腿毛 蛤 這是我自己玩的方式啊 就每一個客人互動方式不一樣嘛 當然也有比較S一點的客人 然後我就要裝小奶那個 小女人的樣子給他啊 喔 這就是茶言觀色 你在不同的客人面前 然後他不同的心情之下 你今天晚上要跟他玩什麼樣的遊戲之類的 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就很像演員一樣 每天都在演戲 其實很多酒店裡面的小姐 事實上他們來的時候 都背負的一些故事 對 所以他來的時候其實有一些悲傷 有一些憂愁 有一些金錢的壓力 可是在這行業裡面 我相信有他很難很難講的那個 心裡面的苦 特別是我講說他想來這裡賺錢 可是他一定有一個故事 比如說你當初是因為卡債嘛 不是 那有些人可能是欠了一屁股的錢嘛 對 這件事情我也要特別的講一下 日式酒店跟台式酒店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大家都以為當酒店小姐 月入數十萬 不是嗎 當然沒有 沒有 我們日式酒店薪水其實蠻低的 什麼東西 對我們月收入要超過十萬以上的小姐 至少要三年以上的經驗 因為你一開始進來你不會講日文 你沒有客人啊 是 然後你也不懂得這些手腕 你怎麼去抓客人 你怎麼抽業績 對 我讓你待在這裡就不錯了是不是 你就是要學嘛 對 所以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你做酒店的應該月收入都超過十萬 沒有耶 我做 因為我在日式酒店大概三年多四年 我到我離開的時候我的月薪也差不多 我還沒領過十萬的耶 我都大概六七萬左右的薪水而已 那我很好奇你剛開始三年期 你剛剛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大概起薪多少 我十五年前起薪三萬二到三萬六 十五年後還在這裡 還是 請問一下你會有一些業外收入嗎 不然的話 這很難活啊 當然就是 不好活啊 你要還卡在也很難啊 對對對 當然就是 那時候就是白天還有打工啊 因為我們上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凌晨一點 所以白天還可以工作的 所以裡面還有大學生白天還在上課的 有有有 其實蠻多的 但是其實大學生真的比較少 因為我們這邊的客人年齡層都比較高 我那時候二十五歲進去還是整家店最年輕的 喔 基本上大概進去都是阿季那個年紀的比較多 對 那我想知道一下 你剛剛講說你那時候就只有三萬多塊 做了17年就三萬多塊 喔你實在也沒那麼多 這算是底薪嗎 底薪嗎 有啊有抽成 就是我們剛剛講威士忌 五千塊 出五百塊 對對對 然後看你一個月開多少 接下來就指名然後小進小出這些東西 指名呢 指名的話 因為我們是工台會每一桌run 然後所以客人可以就是指名 你多做15分鐘 然後付一千塊我們抽九百店家抽一百 那我可以這一桌 他付一千塊你才抽一百啊 沒有我抽九百 喔你才九百 店家抽一百 喔因為被指名嘛對不對 那你可以 你可以這一桌要一個指名 因為我指名頂多只再多15分鐘 15分鐘 指名就是做15分鐘 我如果要讓你再繼續做下來 我就再花一次 沒有我們沒有框台 或者是就是你要固定坐在這裡 不行我今天就是要幫你 沒有日本人都蠻 蠻Gentle的 就是這是他們 他們理解我們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比較不會為難人家 他會知道這是你的工作一部分 然後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給小費的文化 所以他會知道這個有點像 喔 喔 那你們有沒有其他的獎金 另外的話就是小進小出啊 就是我會跟客人 小進小出 就我會跟客人去吃飯 然後把客人帶進場 走行 同伴費用 喔真的喔 對然後就是 我跟客人去吃飯 我本來八點上班 是 但我可以跟客人去吃飯 吃到九點再進店 再把客人帶進來店裡 有帶回來 一定要帶回來 你不帶回來就是礦子 喔不帶回來 沒帶回來你就遲到一個小時的意思啦 你要帶客人進來啦 然後進來之後你這一個小時 客人會幫你付這個一個小時的費用 然後就是付1000塊 進場 同伴費用 是 有的店家叫進場 有的店家叫同伴 是 然後就1000塊 一樣我抽900 店家抽100 是 那客人坐下來之後他會 人頭費1200 然後那個9千 這又店家賺嘛 對啊 所以很多 台灣人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客人帶你去吃飯 然後還要再幫你付一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認真算不太划算啊 可是日幣比我們好啦 他可能覺得還不錯啦 但這次他們 在日本也是這樣的 也是這樣子 你要在日本帶Snaku小姐 或是Kapara小姐出去吃飯 大概都知道這個流程 OK 這個他們也是習以為常的 吃的飯有帶進來 是這樣抽身 帶出去呢 帶出去就是我可以12點提早一個小時下班 那11點可以出去 沒有12點可以出去 最快12點而已 也是一個小時 就是客人要付那個一個小時的錢 也是1000塊 所以其實他是買你一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而且只能買一個小時而已喔 還不能買太多喔 不能